不得不承认,卡米拉的确是一位心狠手辣的老妇,从她一届平民到二婚嫁给查尔斯,再到加冕英国王后的位置,足以看出一切。 如今七十多岁了一个人王室里孤军奋战,虽然没有取得全面胜利,但也不至于溃不成军,在经历了为子女家绝,分财产都失败后,卡米拉再次卷土重来,这次她把目标放到了威廉身上。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看王室故事的那个拉不住的风筝,为了方便下次容易找到,看视频前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接着往下看,英王室历来注重君主的教育和锻炼,认为良好的训练对于培养民君至关重要。 作为王位第二顺位继承人,威廉王子早已备受瞩目,外界甚至有声音期待他尽早接替查尔斯成为英国国王。 然而,这一提议遭到了卡米拉和皇家历史学家的反对。 他们认为,威廉还需要更长时间的锻炼,以充分准备承担繁重的王职。 作为查尔斯的妻子,卡米拉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威廉的为人和能力。 他认为,威廉虽然年轻有为,备受国民喜爱,但真正坐上王位需要更丰富的阅历。 查尔斯继位以来,威廉在其麾下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但距离可以完全独当一面,还需努力。 卡米拉表示,威廉不应该操之过急,而应该再多经历一段王储阶段,逐步成长为贤民君主。 然而更关键的是,林仲对这一建议已经超过50%的赞成了。 林仲虽然不喜欢卡米拉,但是在他们心里,查尔斯还是一位很优秀的国王。 虽然威廉的能力也相当出众,但对于年轻的威廉来说还是没有十分的信任。 与卡米拉站在同一立场的是皇家历史学家。 他们研究发现,英国历史上许多极为年龄过轻的国王,往往对国家的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例如,英王约翰早早继承王位,其鲁莽统治最终导致了贵族叛乱并被迫签订大宪章。 历史学家认为,威廉应效仿伊丽莎白,有更长的时间磨练自己,等待正确的时机登基。 的确,作为王储,威廉肩负着国家的希望,任重道远。 光有勇气和报复是不够的,需要时刻检查自己是否有足够的判断力,智慧和胸怀来治理这个古老的王国。 他必须学会同情民众,了解他们的疾苦,才能制定出符合国情的政策。 这需要在长期的实践中积累阅历。 幸运的是,威廉不需孤军奋战。 在查尔斯和安妮等帮助下,他将逐步成长为一名优秀君主。 安妮将始终支持鼓励威廉,而查尔斯也会以自己丰富的经验指点威廉。 在他们的熏陶下,威廉定会日益成熟,以积极乐观的态度承担王储责任。 目前,威廉对这件事并未做出正面回应,因为查尔斯虽然将大量的工作交给威廉,但是还没有真正的宣布退位。 所以现在也可以不管卡米拉的叫嚣,卡米拉之所这么做,完全是因为他苟急跳墙了,他不想这么多年一无所获。 相信当威廉具备统治国家的全部条件和信心时,威廉会选择一个恰如其分的时机接过王冠。 当那时,他将顺应历史潮流和上天旨意,以一位英明君主的姿态坐上王位。 让我们拭目以待,期待威廉在不久的将来引领英国进入新的黄金时代。 而另外的一则消息是,在繁忙的日程中,威廉是王妃选择了一项特殊的任务,那便是关注青少年的心理健康。 近日,威廉是王妃访问了诺丁汉特伦特大学,深入了解该校的心理健康支持系统,并向学生和教职员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这次活动不仅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更让人们看到了威廉是王妃对于这一议题的深切关注。 在诺丁汉特伦特大学,威廉是王妃详细了解了该校的心理健康支持系统,包括心理咨询服务,心理健康教育以及心理危机干预等方面。 她对于该校在心理健康方面所做的工作表示了高度赞赏,并鼓励学生们主动参与到心理健康支持活动中来,以帮助更多的同学。 在与学生和教职员工的交流中,威廉是王妃强调了心理健康的重要性。 她表示,心理健康与身体健康同样重要,人们应该关注自己的心理健康,及时寻求帮助,避免让心理健康问题影响到正常的生活和学习。 今年42岁的凯特王妃终于结束了长达一个月的裤装穿搭风潮,这一次,她以法国品牌色赞了一套豪华系列套装亮相,而这个品牌也深受吉吉、哈迪德和西耶娜、米厄的喜爱。 凯特王妃作为时尚楷模,完美地展现了这套经典的系列套装。 她选择了这个品牌的那个裙子和三的毛衣,两者都采用了丰富的美丽奴羊毛和有机棉面料。 她的服装包括一条修身的中长裙和一个圆领毛衣,毛衣的袖口下部还有一个扭扣开口。 这两件衣物都呈现出柔和的奶油色调,与凯特王妃的巧克力棕色绣发完美搭配。 为了增添秋季的氛围,凯特王妃选择了一双John Little Rossi的G&Lito 105裸色绒面高跟鞋,以及英国品牌Tustin的迷你Holly手提包。 她还佩戴了Simon Rusher的仿真珍珠耳环,以及价值39万英镑的蓝宝石和钻石订婚戒指,这是已故的戴安娜王妃的遗物。 凯特王妃将她的长发打造成优雅的卷发,并采用了她一贯的明亮妆容,亮肤底妆,粉红三红和烟熏棕色眼影的组合。 这次凯特王妃的穿搭引发了皇室风格的粉丝们的热议,他们纷纷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的看法。 一位粉丝写道,她看起来太美了。 这个造型经典又现代另一个粉丝评论说,爱这个秋季造型,而且这两件单品也可以分开搭配。 真是太棒了。 还有一位粉丝补充道,太喜欢了。 她看起来太棒了,还有一位粉丝写道,喜欢。 终于看到了我喜欢的凯特王妃的经典风格,不过,凯特王妃最近的着装风格转变引发了皇室观察家们的困惑。 时尚专家Melanda Holder告诉,Hello,杂志,凯特王妃这种清爽的商务风格可能是为了将国家的注意力重新聚焦到王妃的工作上,而不是她的穿搭风格上。 与此同时,威尔士王妃还鼓励学生们要主动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挑战,保持乐观的心态,相信自己有能力克服一切困难。 在谈到如何提高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时,威尔士王妃提出了一系列建议。 首先,家庭是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重要保障,家长应该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给予足够的关爱和支持。 其次,学校要建立健全心理健康教育体系,将心理健康教育融入教育教学中,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此外,社会也要营造一个关爱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氛围,通过各种途径宣传心理健康知识,提高人们的心理健康素养。 此次威尔士王妃的访问,无疑为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解决注入了新的力量。 她的关注和建议,让我们看到了心理健康问题解决的希望。 未来,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加入到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的行列中来,共同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贡献力量。 威尔士王妃此次访问诺丁汉特伦特大学,将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带入公众的视野。 她的关注和建议,无疑为解决这个问题带来了新的希望。 让我们共同期待,在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共同努力下,我国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水平能够得到切实提高,为他们的健康成长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小编个人的观点是,哥儿姐的一身白被众人差评用力过猛,丑爆了,更嘲讽她为了博出位不惜以半百高龄大肆鹿肉,游艇女的DNA随时发动,骚气十足,简直侮辱了会议主题,直接教坏小朋友。 仿佛是为了给老弟妹打个样,今天大嫂凯特出行凑巧了也穿了一身白,只不过这身白高贵典雅,雍容华贵,毛线针织的连衣裙和秋天的氛围十分契合,有些厚度的质地也很好地掩饰了凯特有点过于销瘦的身材,虽然重规重矩,但是和刚从被窝里钻出来似的哥儿姐一比,赢得不要太轻松。 不知道什么时候,王楚飞也学会了后发之人,砖捅哥儿姐的腰眼。 看到昨天梅根的丑态摆出,差评如潮,今天就借力打力,借着老弟妹的不伦不类,秀了一把王室的正版风范,这云迷之别,瞎子在夜里也看得一清二楚,把哥儿姐那点可怜的热度直接按在地上碾压成鸡粉。 看到这战斗力爆棚的王楚飞,谁不得赞一句赢得漂亮。 对待哥儿姐不知羞耻的人,打击就应该常态化,像打地鼠一样,路头就打,只有把她的嚣张跋扈的气焰彻底消灭,她才能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只不过这一目标实在是任重道远,不知猴年马月哥儿姐才能消停。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探讨,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